大家好,川普的弹劾案,第二次弹劾案,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 不成立,川普躲过一劫 周六,2月13日,美国参议院以57票对43票 宣告前总统特朗普无罪 特朗普被控在1月6号国会骚乱中煽动叛乱 要对他进行弹劾 这一决定是众议院弹劾负责人改变路线 放弃传唤证人,推迟判决之后做出的 无罪释放标志为期五天的弹劾审判已经结束了 目前川普已经没有弹劾案在身了 值得注意的是7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有罪 民主党人需要17名共和党人加入他们来定罪 那也就只有7个人,还少10票 所以这个弹劾案还是通不过 如果通过的话,川普将不能进行下一次竞选 也就没有公职,不能再进行公职的竞选 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非常重要 关于川普的政治生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那投有罪票的是共和党人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 叫理查德博尔 路易斯安纳州参议员比尔·卡西迪 缅因州参议员苏珊·科林斯 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丽莎·莫尔·科斯基 犹他州参议员米特·罗莱纳尼 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本·萨斯 还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帕特·图米 这都是投这个共和党投川普啊 川普有罪了 那么 谈判结果以后呢 川普也发表了声明啊 这个声明中特朗普称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才刚刚开始 期待与美国人民一起实现美国伟大的征程 从川普这个话你可以看出来啊 川普本人对这次弹劾也是信心满满 他觉得自己呢也是应该获胜 未来呢他还要再次领导啊 让美国伟大运动 所以呢他回归政治 你从这个话里给讲啊 才刚刚开始说明什么 说明他未来还不会退出政坛 要继续发挥他自己的能量 那么整个的一个谈判呢 啊 弹劾呀 整个的一个弹劾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明显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场秀 我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啊 虽然这个 包括佩洛西也好 拜登也好 都对这个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啊 并有一些谴责 你从各种信息上也可以看到 谴责川普是罪魁祸首啊 但是最后弹劾 弹劾案还是没有通过 所以这个事呢 我自己谈谈我的看法啊 你如果了解美国政治啊 美国的政治 你会发现共和党和民主党 其实私下有沟通渠道的 那咱用我的这个底层逻辑分析一下 最简单的道理啊 如果这次弹劾案通过 通过会有什么结果 你看看这个什么结果 你马上就能想到 这个弹劾案一定通过 如果啊 咱按底层逻辑 如果这个弹劾案通过 川普不能再连任了 不能再竞选公职了 就不能再这个参加2024年大选了 那么共和党啊 共和党内势必出现分裂 共和党内支持川普呢 所有这一派势力 一定和这个不支持川普的分道扬镳 那共和党就会形成分裂 共和党希望自己形成分裂吗 当然不希望 所以呢川普虽然共和党人 包括麦康内尔也好 共和党这些参议员也好 都不喜欢川普 记住有个前提啊 川普并不是让共和党人 所有内部人都喜欢的 但是 没有了川普 也就没有了凝聚力 这就是政治最诡决 最诡决的地方 也就是川普啊 他的能力所在 他可以让自己本党内 不喜欢自己的人 也得支持自己 你不喜欢我 你也得支持我 这就是川普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得到了民心 川普这个人 我说了他不简单 川普可以说他把这个 哎呀民粹也好 把这个民心死死抓住 所以我说川普这一点非常厉害 2024年川普是有机会的 所以啊 你看到这个前提以后 共和党内部就算有反对川普的 他为了维持共和党内部的团结 也得表态支持川普 那你也就看到了17票 只有7票反对川普 剩下10票还是支持川普 就是为了维护共和党党内的稳定 那你经常看美国政治啊 你会发现很有趣啊 这个拜登啊 这个最新发表的讲话 认为这个弹劾内容没有意义 就是川普 他是罪有应得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 还是没有弹劾的 所以你从这个话上 再加上民主党的表现来看 就是我之前分析的 我一个月以前说过 实际这个弹劾的结果啊 还是跟党的利益有关 民主党呢 并不希望一棍子打死川普 因为民主党现在有求于共和党 你包括拜登上台以后 他的这个高级官员任免 任职 对吧 都需要这个国会的通过 需要共和党来配合 也包括自己的一些这个 改革方案的法案 也需要国会的通过 所以不能跟共和党人 把整个矛盾激化 那你从这点上可以看 其实民主党也有意放川普一马 很多人不同意啊 不同意 其实呢 我这么给你解释吧 其实民主党人想要 穷追猛打川普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最简单的道理 拖 现在民主党执政 拜登可以控制公权力 拖嘛 干嘛这么快就表决呢 拖 然后不断的在后面 把新的证据公布出来 谁谁谁和川普有联系 川普参与了什么什么行动啊 背后他知情 各种这种小证据拿出来 网上拼凑嘛 逐渐逐渐的 是吧 你搞这种事情 搞政治都知道 什么事情一拼凑的一多了啊 就算你没有事 也能给你搞出事了 所以真想置川普于死地啊 想像这个民主党要搞死川普 只要有这个心 一定能做到 就是拖就行 这次前面提到了啊 实际上呢 这么快五天就开始表决 实际已经是放了川普一马 五天就表决 实际上就是放了川普一马 民主党其实可以拖的 特别是总统拜登 对吧 他有公权力 他也可以拖到后面 逐渐把这个 一些证据公布出来 这次都没有 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案子 所以其实是私底啊 你能看懂政治 看懂美国政治 你都知道 这私底是有交易的 一定是有交易 我个人认为呢 这种交易呢 也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 就是美国表面上 有一种党政 共和党民主党 争得你死我活 但是私底下 有一种 深层 深层国家 深层政治 是在私底下交易 你要看透啊 你要看透 你不然很难理解美国 你以为这个民主党 要把川普往死了弄啊 这是放了他一马呀 慢慢拖着吧 拖到两年以后 我再慢慢瞪你 就是等你明年准备要参加大选 四年以后准备参加美国大选的时候 哎 你这弹劾案又出来了 拖呗 有很多能力啊 有很多这个机会可以拖到那 把这个慢慢把川普搞臭 但是你现在一看 很快就结束了 这弹劾案不再有了 其实就是放了川普一马 我今天跟你说透啊 把什么都很多事 我看透以后跟你说透 就民主党不想得罪共和党 刚才我也讲了 共和党 党内也不想把川普搞臭 因为川普确实能笼络一帮人 这是川普的厉害的地方 就是别人再反对川普 共和党人也反对川普 但是川普确实能笼络民心 而共和党需要民心 这也是川普的资本 有人支持的 老百姓支持的 七千多万人支持 所以呢所以川普啊 我觉得很安全 那共和党达到共识了 要保护川普 那民主党自然而然呢 就要放弃了 对吧 但表面上也得是做到位 我们跟你不共戴天 对不对 表面你看个新闻 现在所有新闻报的 哎呀两边打得泥死我活 其实私底下已经放个川普了 已经把他放了 不再追究了 那这事就过去了 川普已经过关了 所以川普你从他的发言 发表的这个讲话 也可以看 川普信心满满 我觉得后续川普呢 很可能因为自己 得到了这种支持 在政治上 你得懂政治啊 这个政治 只要有人支持 特别在民主社会啊 有人支持 你就是王 老百姓支持你 你不管说什么 啊做什么 在政治圈 你就是王 那川普啊 民主社会 他得到老百姓支持 他不管政客 喜不喜欢他啊 银行家 企业家 是吧 华尔街老板 或者是硅谷那些 啊 科技巨头 喜不喜欢川普 他就是王 因为什么 哎 民主社会 老百姓要啥 老百姓喜欢谁 就哎 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支持 所以川普因为这一点 得到了大多数支持 没人敢得罪他 所以他有了护身符 所以川普未来几年 会把这个护身符利用起来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他会根据自己的遭遇 不断来挑动 美国的政治 那你如果有人对我不利 那我特别是民主党 对共和党不利了 那一定会挑动川普 挑动啊 挑动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些川粉 再去玩政治 挑动美国国内的政治 所以我说未来美国 美国的政治会非常 我觉得有进入一种动荡 我个人用词叫动荡 就这个美国的政治会被川普绑架 那川普呢 会掌握一定的美国政治节奏 川普已经说了 他的这个美国优先 这个运动不会结束 那就是说川普还是要 掌控美国政治节奏 他绝对不会退出舞台的 那会非常有趣啊 未来 所以我今天把美国这个政治 底层逻辑告诉你了 拜登虽然想弄川普 但是实际上民主党内部 已经达成共识了 不要再招惹 不要再招惹 招惹共和党 招惹川普 对自己没好处 所以有时候就是用妥协 这种妥协呢 也让美国的政治向前发展 所以不要光看新闻表面啊 互相直接骂来骂去 你得看他背后的 背后的实际的 这个结果 是一个月以前我就说过啊 我就说过 这个弹劾案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过 潘普绝对没事的 他只要有老百姓支持就没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民主社会的悲哀啊 就是这个民主社会呢 你像川普这种奇葩 只要老百姓支持 玩民粹 就走向这种无敌的状态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民主你看玩到最后 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独裁 我带引号的独裁 川普也是独裁啊 川普就是川粉的王啊 那些川粉视川普为王 视川为精神领袖 这是民主吗 所以我说啊 民主 为什么我对民主啊 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民主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那么完美 我说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制度 就在这儿 最后把思维给你升上去了 你看我频道 我绝对对得起 你每次把思维给你升上去 你好好想想这个民主 就川普可以利用自己啊 别人对自己的支持 笼络住民心以后 可以为所欲为 疫情的时候让你喝这个 喝那个 消毒水 弹劾他的时候可以发动群众 攻击国会 像不像一个国王 川普就像个国王 民主社会的国王 没有人能跟把他怎么样 为什么 民主 他有支持者 有民做主 有民给他做主 所以我说民主玩了 最后呢 真的啊 凡是还坚信民主是万能的 民主是这个非常完美制度的 我觉得你好好看看美国 现在这个样子 是什么样子 感谢观看